當然有些人得到這個 就繼續再去考試 考進士 什麼之類的 有些人不一定會 如果沒有繼續考的 可能他最高的就停留在這個封賞的這個封號 所以在別的地方你會看到有所謂外漢帝 指的就是他們家的主人 以前曾經得過這個封賞 那有些沒有 那有些是做木頭扁 因為這是各家自己做的 有些直接坐在那個門最外面的那個門額上面 所以各種做法